这老头太固执了 竟然要挑战 怪到记得的偷盗技术 仔细看 这个房间里什么都没有 老头只不在门沿上 将一根烟扔到房间里面 就件地面团震颤起来 没等柯南反应过来 六面铜枪铁壁 骤然出现在房间内 瞬间组成一个铁牢 老头自信表示 房间里安装着最先进的重量传感器 一根烟的重量是一克左右 只要重量大于一根烟的一切物体 闯入这个房间 就会在一瞬间被铁牢囚禁 我要用这个机关 抓住时常最难抓的怪到记得 柯南表示 记得不一定会来 老头大笑 记得一定会出现的 因为房间里有一个 世界上最坚固的保险柜 内部藏着各种机关陷阱 外面则是 以50厘米厚的路锻造的墙壁 核弹都红不烂 保险柜里呢 放着世界上最珍贵的宝贝 比生命都贵重 记得不是自称日本的盗圣吗 他一定会来挑战的 果不其然 记得第二天就发来挑战信 声称不费吹灰之力 就能破解保险柜 去走里面的宝贝 那么怪到记得 会采取什么办法呢 柯南能阻止他吗 具体不就来讲讲 老头名叫灵木次郎级 既是灵木财团的顾问 也是原子的伯父 收到记得的挑战信后 警方呢 第一时间赶到了伯父家 决定抓住这个机会 抓住基德 不能再让基德逍遥法外 伯父让警长仔细看一下挑战书 警长发现了不对劲 基德画的字画像和以往画的不一样 这也太丑了 伯父表示 记得封挑战信的基德是假的 你们这些警察都回去吧 这时 柯南和小兰等人也来了 看过挑战信后 柯南啊 发现了一个大家都没注意到的细节 基德以往写的挑战信都是横着写的 这封确述着写 而且内容太官方了 好比媒体报道重大事件一样严肃 的确不像是基德写的啊 小五郎很郁闷 我在家政看伯乐视频呢 还没来得及给视频点赞 突然就被你们拉来了 既然这个基德是假的 我们来干啥 原子呢 激动表示 伯父带领大家去参观保险柜 执舰保险柜安置在一个空房间里 厚重的铁门上安置各方向盘 以及大小不一致的黄金转盘 非常神秘 此外 房间里一件家具都没有 柯南困惑之际 伯父啊 问小五郎要了一根烟 就在大家以为伯父要抽烟时 伯父突然把烟扔到房间的地板上 就见地板震动起来 接着房间内就出现一个铁笼 柯南明白了 只要基德踏进这个房间一步 就会被铁牢立刻关起来 这个机关看上去很强大 但问题是 基德真的会出现吗 但伯父呢 却对自己充满信心 坚信这次一定能抓到基德 伯父按下控制器解除了铁牢 并让管家进去把人拿走 之后坐等基德自投罗网 警长带对手在门外 如果基德真的赶来 就不信他能在众目睽睽之下 轻松破解掉机关再盗走宝贝 然而 警方高层突然下达撤退命令 警长有点困惑 一打听才知道 警方高层有伯父的朋友 伯父啊 不想让警长抢走抓捕基德的功劳 于是联系好友撤走警长 警长只能无奈撤退 但他在临走前 打开房门看了一眼房间 里面没人 保险柜也没有被敲动的痕迹 一切正常 警长呢 关上房门正要收队 结果突然察觉一件大事 接着赶忙再次打开房门 天哪 地上竟然掉着一张卡片 刀扩柯南在内 所有人都大吃一惊 这是怎么回事 卡片是怎么出现的 没听见房间里有什么响动啊 伯父呢 一刻关到了铁牢机关 警长拿起卡片一看 上面写着 如预告所述 在明月摆脱暗夜之掌握前 前来取走离夫中的重要宝物 基德掺上 卡片上还画着基德的字画像 这回却找无疑是基德本人啊 那么问题来了 大家刚才都守在房间外 房间的窗户也早被封闭 这个卡片是怎么出现在房间里的 警长啊 这下是说什么也不肯撤退了 基德百分之百会来 必须将他绳之以法 伯父也很激动 基德果然出现了 柯南呢 打断了两人的美好幻想 有没有这样一种可能 基德留下这个卡片时 他就潜伏在我们身边 毕竟 我们这么多人守在这里 如果基德从外面进房间 怎么可能一点声响都没有呢 小五郎啊 智商罕见的上线了 他问伯父 重量传感器关闭的情况下 如果把卡片偷偷放房间里 重量传感器打开后 铁牢还会启动吗 伯父否定后 大家呢 一刻想到了走进房间检验的管家 难道他是记得用易容数变的吗 检验的时候偷偷放下了卡片 这样一切就说通了 就在大家要去找管家时 柯南提示 管家以外的人也有嫌疑 比如伯父身边的保镖 可以趁伯父关门时 偷偷把卡片扔进去 或者正在给伯父找狗的女仆 房间还有另一扇门 女仆啊 可以假装找狗趴在地上 偷偷将卡片塞进门缝里 大家觉得柯南的分析很有道理 决定仔细搜查这三个人 只要使劲有脸 就能识破是不是记得变的 但伯父呢 不准警长碰这三个人 他们为我做事的那天 起就是我的家人 我不准任何人冒犯我的家人 说完 伯父就去吃晚饭了 搞得警长束手无策 圆子悄悄告诉小兰 伯父今天好奇怪 以她那不服气的性格应该会说 一定要让那小偷悄悄之类的话 但今天却这么平静 真是太奇怪了 小兰啊 不禁想起了新衣 要是新衣在的话 一定能轻松抓到积德的 柯南的想法和圆子一样 伯父的表现真的很反常 我刚才倒查过 管家保安女仆 都是前几天才新招的人 这也太巧了吧 这时 女仆推着餐车给伯父送晚餐 圆子呢 困惑地问女仆 伯父不是去餐厅吃饭吗 怎么还要你送 女仆解释 不知道为什么 伯父最近总是独自在书房里吃饭 等他吃完我收拾餐具时 盘子都会短缺两个 管家啊 忙完工作走了过来 向大家透露 伯父吃完饭就会独自去检查保险柜 并且拿着拐杖 柯南更困惑了 伯父身体特别强壮 可不像是需要煮拐杖的虚弱老人啊 小五郎呢 想到一个线索 盘子和拐杖 会不会是打开保险柜的必要工具呢 柯南觉得有点离谱 不太可能 这时 管家催女仆快去给伯父送餐 女仆赶紧推车快跑 结果撞到了小五郎 小五郎的钱包掉到地上 硬币摔了出来 女仆啊 赶忙去捡硬币 结果不小心碰倒了水壶 给小五郎免费洗了头发 小五郎无语了 我今天也太倒霉了 早知道就待在家看伯乐视频 女仆很是不好意思 赶忙拿手帕捡硬币 伯父呢 等不到饭过来找女仆 女仆表示 真是不好意思 我刚才不小心撞到了小五郎 所以帮他个忙 简硬币耽误了时间 我现在就把晚餐送去书房 随即 伯父就和女仆离开 晚饭过后 伯父呢 突然关闭了铁牢机关 然后组折拐杖去检查保险柜 警长吵着要跟进去 万一记得趁机偷袭就不好了 结果被保镖拦住了 保镖解释 伯父检查保险柜时不准别人跟随 而且请你保持安静 柯南啊 觉得伯父的举动太反常 小兰来找柯南吃饭 柯南让他先去 小兰老无奈了 遇到案件就什么都不顾 这点可太像新衣了 很快 伯父就出来了 警长立刻收身 并未发现什么可疑物品 伯父呢 将车钥匙都给保镖 保镖开车带他去找高层朋友喝茶 保险柜就交给警长看管 这一刻 柯南忽然意识到 伯父会不会是基德甲扮的呢 他将这个设想告诉了小五郎 并说明了判断依据 如果伯父是基德甲扮的 他放第二封信就是轻而易举的事 还有 伯父是有匾子 但刚才出门时 却用左手将车钥匙扔给保镖 很明显 后面的伯父是假的 小五郎啊 一刻去向警长汇报这个重大发现 警长不信 伯父检查保险柜后搜查过他 根本没有发现什么宝贝 这时 高层忽然出现 警长懵了 您不适合伯父去喝茶吗 高层怒了 你觉得在这种关键时刻 我还有心情喝茶吗 警长呢 这下相信小五郎的话了 伯父是基德甲扮的 宝贝被他用某种手段盗走了 接着赶紧查看房间 只见保险柜上贴着一张纸条 上面写着 宝贝的腹中我已查看过了 怪到基德餐上 女仆跑了过来 着急大喊 我在书房的衣柜里 发现了被绑着的伯父 大家啊 一刻全军出击去追假伯父 柯南则找到了真相 但他没告诉任何人 而是等大家离开后 等基德进入房间后 他才跟上去向基德摊牌 就见基德竟然男扮女装变成女仆 基德呢 面对柯南也不装了 我知道你一定会发现我 只是没想到这么快 所以你是多悔察觉我的 柯南解释 从你推车撞到小五郎的一刻 硬币掉了一地 你为了剪硬币不留指纹 故意把水碰撒 然后拿手趴硬币 这样就不会留指纹 之后 你向伯父解释 我帮小五郎一个忙 其实是在回应伯父 因为第一封信是伯父自己写的 将每一列的最后一个字连起来 就是帮我个忙 伯父啊 那一刻确认了你的身份 所以立刻带你去了书房 然后你俩商议如何赶走警察 所以就有了后面的计划 特意用左手人钥匙 以及谎称和高层朋友去喝茶 包括贴在保险柜上的卡片 都是故意制造伯父是基德假扮的 至于书房衣柜里的伯父 应该是被你弄晕的管家 你用一绒术将他打扮成伯父 基德呢 似乎没有认真听柯南的分析 反而在专心的破解保险柜 柯南看他满头大汗 想过去帮他忙 基德让他赶紧躲开 只见转盘里面射出一枚利剑 要不是柯南躲得快 小兰就得守活寡了 柯南这时才注意过来 门上为何有那么多洞 都是被利剑射的啊 柯南呢 又发现有一块地砖特别新 和旁边的就砖格格不入 好奇的过去看 基德正好拧动转盘 保险柜瞬间启动了机关 一把铁斧直接劈了下来 基德赶忙拎起柯南 真是太凶险了 基德啊 拿钳子和铁线做了两个钩子 插进转盘里面尝试破解机关 同时仔细听转盘转动的声响 并记录在纸上 寻找其中的规律 功夫不负有心人 最终 基德成功破解了保险柜 只见里面竟然有一只狗 正是伯父最宠爱的鲁邦 柯南啊 在这一刻恍然大悟 那消失的两个餐具 是伯父拿来装水和食物的 保险柜的门下有一个放隙 伯父把餐盘放那里 再拿拐杖推进去 基德解释 伯父指前检查保险柜时 不小心把鲁邦关进去了 打开保险柜的办法 又正好写在鲁邦脖子上的围巾上 伯父呢 没有记住这个办法 所以打不开保险柜 情急之下 只好写了第一封挑战书 请我帮忙 这就是全部的真相 随后 基德变回原貌 和柯南道别后就飞走了 柯南感谢基德出手相救 不然就见不到小兰了啊 警方再一次抓捕基德失败了 本编辞克南系列 怪盗基德 对最强保险柜 本期问题 怪盗基德的独立动漫 大家想看吗 想看的扣三个六 人多咱们就做 柯南和怪盗基德 两个人都很聪明 因为两个人 是堂兄弟关系 家族精果然强大 就是柯南呢 有点吃亏 基德上一次 基德还抱过小兰 用手还要捏小兰的屁屁 还好 当时被小兰机制发现 而且 新衣和基德 长得一模一样 设定就比较有趣 好了 本期能就到这了 这是波浪动漫频道 记得点赞 关注订阅 我们下期见 拜拜